熊熊大火从窗户窜出 消防警惕大响 清晨五点 附近住户全在睡梦中惊醒 屋内孩童也急着叫醒家人 因为几分钟前传出巨大声响 震动 起爆一瞬间 这日气剧烈摇晃还冒出熊熊火光 接着火势迅速延烧四楼空间 火势一时间无法扑灭 消防人员急急上楼抢救受困住户 这边下来跟着我走 刚下来就往这边 摄棍住户全身湿透 用毛巾捂着嘴逃出来 纱布当时 救援人员将纱布一片一片的盖上伤者 他就是引爆瓦斯意外的灵性老翁 自己全身严重灼伤意识不清 当时接过报案 警察六人在门口安抚 但老翁放话说 如果开门就点火 对峙不到五分钟 就亮出打火机引爆瓦斯 亮成一死六轻重上的惨剧 邻居大早就被吓坏 而西院派出所两名园警 方绍宇 黄崇凯 以及三名双员分队消防员 陈嘉宽 张艺文 杨俊茂 也惨遭气暴波及 警方调查 双方是为了债务纠纷 老翁竟然选择玉石俱焚 不仅让夫人丧命 现场警消差点因此陪葬 记者侯宇翔 刘世伟 李杰SNG小组 台北报道